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拍的抑郁风的这一套造型 非常的感兴趣 其实今天这一套造型的名单呢 是来自于这个风的公主啊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怎么样 既然是不是对位了一点 所以说这次去帮我旅拍呢 真的是 哎 好好的远了一次我的梦啊 那么如果你的今天的造型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一下是吧 好的 那么节省时间呢 我现在已经是化好的顶装的状态了 我们先来化眉毛 因为这次想化一个 比较的抑郁风有混血感一点的妆容啊 那么眉毛我们来化一个挑眉 为了化这个挑眉呢 我把眉毛都削掉了一半的 大概就像这样了 然后我们把这只眉毛也化一下 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眉毛 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很粗犷了 为了让它更加的粗犷了 我们来拿一个睫毛膏 然后呢来刷一刷我们的眉毛 就是呢要让我们这个眉毛 看起来更加的浓密一点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上修容 能化一下脸颊亮不错 因为最近夏天吗 不想出门天天待在家里吃外卖 所以因为有点吃胖了 我觉得一定是个镜头的问题 显得我特别的胖 今天笔影我也打算稍微下手重一点 那时候我们稍微带一下这个地方啊 因为这里是鸟窝的位置 然后又再把六条打 它们什么时候能分出个胜负啊就是了 天天在那边打 你没见谁打赢啊 我们来拿一个扁扁的刷子来画 呃 挑一个哑光的高光 我本来是觉得用高光高的体量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是因为我今天在录视频之前已经化了底妆了 所以就不方便再上高中了 尽量在眼头啊 这样子可以跟你的那个就是修容有一个解压的感觉 然后它就会在那里形成一个平面啊 让你看起来好像眼窝很深的样子 那你其实是画的啦 嘿嘿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眼妆部分啦 那么眼妆呢 我们先来选一个比较浅的棕色 就反正就是先铺色呗 然后呢 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棕色 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晕染过程了 晕染 慢慢的晕染 不要着急 我们继续再选一个更深一点的色 我们要加深就是靠近就是 睫毛的这个双眼皮的内色 给大家看一下晕染完的眼妆 晕染完刷的时候呢 来 我们拿一个 遮瑕 哦 这块金色的眼影 哇 这个金色的眼影真的是带劲 太带劲了 接着拼染吧 接着拼染吧 我们要把边缘都拼染得自然一点 更浅一点的那种金黄色 把它点在眼睛的最中间 让这块金色看起来更加的亮一点 然后我们就拿一个黑色的眼线笔了 我们要来画眼线来 眼线的话就是要上扬一点 然后眼尾脱得长一点 挺重一下睫毛的根部 换完之后我们稍微再来抬起眼头 然后呢就是拿一个黑色的眼影 然后再拿一个扁头的刷子 对 眼线就跟上眼线这样衔接住 这样画一个全包眼线 然后我们沾着眼线后再去浴染一下 上面的眼线 然后另一只眼跟这边一样 稍微加一点霍残 显得眼睛更大一点 霍残的话我要浴染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要用刚刚这个比较亮点的黄色 把它画在眼睛在眼前的中间 然后呢我们要拿一个这个云母粉啊 这个东西吧 这小小一罐花了过70块钱 好心疼 所以我们要是一点用 但它画在眼睛上真的巨好看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就一点点风 一点点风都会把它吹飞 所以我们说话稍微小声 我们拿一个硅胶刷袋上 看一下我们就把它画在这个眼睛中间 看 是不是超好看的这个 这样的话它就拍照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亮亮的感觉 我们眼下也来演 那我们演艺的部分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贴一个假睫毛浓密一点的 这个呢是今天要用的假睫毛 贴完一边就是这样的 贴完脚睫毛之后呢 我们再拿睫毛膏刷一下 下睫毛尽量刷得长一点 画几根假的睫毛 这块膏我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用的 好心哦 我们还是要再次体谅一下眼睛这个位置啊 哦 我说我忘了什么 我忘了腮红 腮红是这块玫瑰烤奶 它是一个比较淡的这种白红 所以我们这样斜的往下刷 我们这一头的话就比较想突出一点妆一点 所以腮红就选得比较淡淡一点 回到刚刚的高光 我们来继续 继续刚刚的高光 嗯 头都一致 好红的话用到的是这个704 我们下来大家等我去观看一个衣服吧 好了那么我们订阅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测试的话 不如传点单点或者是关注下午都是几号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